来人哪 把这个院子给我包围起来 一个都不要跑了 是 是 都等着呢 真不好意思 百国志 百国志 在 在 把人给指出来吧 不用指了 我就是周永贤 不用指 我是卢独军的副官 今天呢 是奉卢独军之命 来捉拿 扰乱民心 姿势造谣的平成人士 周永贤 来人 不行 不能抓走我儿子 副官大人 这里边一定有误会 这样请几位到我府上坐坐 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说清楚 好吧 我跟你 没什么好聊的 副官 你 你 我是董白氏 你应该带走的人是我 和周少爷一点关系都没有 要带带我走了 小寡妇也想跟我们一块儿啊 你别听她一个女人的 她一个女人怎么会 写壮旨打官司呢 这一切都是我周永贤所为 周永贤 你们只有找我的 好啊 今天碰到个不要命的 来人 带走 不用 我自己跟你们走 小川 麻烦你帮我把衣服拿过来 一航 不用担心 我没事的 相信我 周少爷 在家等我 永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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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走 永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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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想到脑这么大呀 王府官还真客气 带我来这儿 不用带我去警局啊 平成商会已经被征用了 现在这里是卢军在平成的特别办事处 你的案子不用去警局 我就能处理 好 那咱们就直接谈吧 周永贤 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你呢 也别再磨蹭了 到底撤不撤案 赶紧说 赶紧说 你当我这白国志呢 我是谁啊 我是律师 你就这么一张破纸 就想让我就范 我再给你一张破纸 罗独军呢 已经全权委托我来处理 董白氏案子的善后事宜 谈得拢 大家相安无事 谈不拢 法律上的事情 你应该比我清楚 斥你一个罪 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 你少吓唬 我告诉你 这个案子想撤 门都没有 当然 你们也可以把我 毒打一顿逼我就范 可是我劝你们 最好别动手 因为你要让那些记者 看见了我遍体鳞声 这一看就是你们 驱打成招啊 对不对 周少爷 来来来 坐坐坐 我看呢 周少爷也是个聪明人 那我们就敞开天窗 说谅吧 周家在平城 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周少爷呢 也是刘过阳见过世面 有些事情是可以化干戈 为玉婆的 这个案子 是你替董白氏打的 何必为了一个女人 你们别逞什么女人 这个案子就是我 让她打了 跟她没关系 那不就更简单了吗 你答应我们把案子给撤了 明天我把记者都叫来 咱给个场面上的交代 就当是一场误会不就了了吗 误会 老大 两条人命就是一场误会 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你应该怎么说你是律师 比我清楚 不用我教了吧 再者 你想当副会长的事情 我们也都知道了 只要把这件事情给了了 别说是平城商会的副会长 就算在都军府里某一个差事 又有何难 卢都军是爱才之人 像你这种 懂得跟洋人打交道的 卢都军是求之不得的 怎么样 想想吧 我要是不接受 你要是不接受也可以 就别怪我们 对你不客气了 这要是这么说 也不是不可以想想 你的意思是 这样吧 你去把记者想办法叫来吧 我知道怎么说的 周少爷不愧是个聪明人 不像那个白骨质拎不清 好 我现在就去叫记者 好 那你去叫完记者之后呢 你到我家来叫我 周少爷 周少爷 今天 还得麻烦您在这儿休息一晚上 明天 等把事情了了 我亲自派人把您送到府上 来人呢 到 照顾好周少爷 是 在哪儿呢 来来来 咱们到前面去 让人家啊 小姐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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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出来 你看 小白 周伟 我实验的 外面已经开始了 你呀 不用再求我了 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 主要是为了向大家 澄清一些误会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 就是董白氏的代理律师 周永佳先生 接下来呢 周先生将代表董白氏 向大家选 我是白氏河的代理律师 这事是不是由我来说 更加合适 那接下来 就有请周先生讲话 是 是 是 各位记者朋友们 平成的亲朋好友大家好 我知道 一直以来大家都比较关注 白氏河敌宴的进程 在这儿我先谢谢大家 那么今天呢 所讲的话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如实记录 客观转述 这一切都是卢都军指示的 白氏河状告卢家一案 必须撤案 怎么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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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先生 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卢都军为何指令撤案 此案有何内幕 是这样的 记者朋友 我们今天召集大家到这里来呢 主要是为了向大家说明 董白氏已经决定撤诉了 本案情纯属误会 误会 误会还是误诈 董白氏真的要撤案吗 请周先生正面回答 这个 今天呢 在王副官的陪同下 我就正式宣布 白玉和撤销对卢家的诉状 好了好了 记者朋友们 记者朋友们 我们的记者会呢 主要内容已经全部完毕了 王副官 我还有几句话 请让我讲完好不好 没错 一切都如王副官所讲 白玉和从今以后 撤销对卢家的诉状 跟白玉和再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也就是说 以后任何势力都不应该 再对一个弱女子实施迫害 这把王副官 但是呢 借这个机会 我也还想再宣布一个事儿 我周永家个人 将继续完成对卢家的起诉 永家 你户创大了 周永家 你疯了 你疯了 你凭什么 我是目击者呀 我可是亲眼所见 白国人跟董昭华的死状 所以说 我愿意告 我愿意替死者讨个公道 这件事情从此以后 跟白玉和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周永家 我让你胡说 大家分析了没有 大家分析了没有 大家分析了 他们就是这样对待我 从昨天晚上 用这种方式 把我逼进了商会 今天又用这种方式 把我逼上这个发言台 这一切并不是什么误会 如果今天我要死在这儿 请各位记者朋友 和平常的父老乡 您给我做个证 卢家趁着打仗 不收我们平常的物品 断了我们的财路 这让我们怎么活呀 让卢家滚出去 对 让卢家滚出去 快走 让卢家 小心 让卢家 小心 你 你敢开枪吗 你敢让我死在 这么多人面前吗 你敢让我死在这么多人面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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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大帅 杜大帅的队伍已经打不到了 就供给打败 这就是什么 卫长 您说得对 这事不麻烦您了 这宝贝我得带回去 我山富泉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 您自求多付吧 快 图局的人一个也不能放过 全部给我抓住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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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爷 舅爷 你们抓错人啊 少啰嗦 走开 舅爷 不管什么人 因为 只要今天在现场秩序走 您女家会去做的吧 小姐 走 朱少爷 小姐 走 朱少爷 小姐 走 快去 别过来 朱少爷 朱少爷 你们别抓他 这事跟他没关系 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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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